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世界上保守主义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 从川普执政以来反对全球化移民和堕胎逐渐走向了主流 而在欧洲自从2010年以来卡梅伦、梅尔和Boris Johnson都是保守党的首相 而东欧的波兰熊亚利这两年也先后选举出了保守派的首脑 而被誉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默克尔在宣布不连任之后 下一位欧盟火车楼的司机也很有可能从保守派当中产生 那至于这位新司机是选择继续拉着欧洲这辆老破车前行的 还是扔掉这些雷坠的车厢 自己享受德国高速的速度与激情 那就不好说了 那么保守主义是什么呢 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和现状的重要性 但是并不反对进步的理念 保守主义支持稳妥的进步 它反对的是激进的进步 简单的说保守主义就是你妈觉得你该怎么活 妈 我喝冰水真的不会拉肚子 保守主义的根源其实来自于一个在当时看来 思想很激进的人 这个人叫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 他是一位18世纪爱尔兰艺英国哲学家 政治家 在英国的下议院当了很多年的议员 他的观点包括使用宪法来限制英国国王的权利 并且支持美国的独立 但是怎么听都有点像敌克分子 妄图分裂我祖国的感觉 因为他的进步思想和巨大的影响力 有一个叫Charles Jean-François Dupont的法国年轻人 给伯克写了一封信 希望能获得他对French Revolution的肯定和支持 结果没想到伯克回了两封信 把这个年轻人是批判了一番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是too young 你们以为把皇帝和皇后抓起来搞个大新闻 就能实现你们的理想社会吗 naive 二个的论点是 只利用抽象的概念来设计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是政府 是不可行的 人类能够生存至今 形成现行的社会体系 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祖先共同智慧的结晶 社会的延续和进步 必须是建立在对现有状况的充分理解之下 再进行系统性的有条理的改革 比如说 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人类祖先当中 有一群小野人 这个妈妈每天都跟他们说 见到这个豹子呀 狮子呀 狼呀 要逃跑 不然就会被他们吃了 大多数的小野人分分点头 只有一个小野人 他就特别想去摸摸这狮子毛茸茸的大脑袋 结果那个小野人被狮子吃掉了 剩下的小野人们看到了这个小野人 被吃的只剩下半逃腿的惨状 决定组织起来 使用这个陷阱和工具 成功的把狮子给吃了 这个就叫做系统性的进步 而听话又聪明的小野人们呢 经过繁衍成为了如今的我们 所以呢 我们能活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都是遵循保守主义的好孩子啊 但是呢 保守主义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保守主义在不同的地方 所代表的观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有可能是对立的 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在今天呢 欧洲保守主义坚持的理念 是保护社会阶级和固有秩序的存在 这个God bless the queen 对于欧盟内部与外来的移民呢 军事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对欧盟这个制度的怀疑 而美国的保守主义呢 最看重的是经济方面 他们希望有更自由的市场经济 以及更少的政府干预 以及呢 对于一些传统的概念 比如说持枪和反多胎的支持 但是当这个问题来到了中国啊 就很难解释了 因为从近代以来呢 中国就不断地在经历着社会的巨变 每一个阶段 社会主流的思想相对于前一个来说 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时间的维度呢 只缩小到近40年 那么中国的保守主义 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 那么今天的保守主义 为什么在全世界如此的盛行呢 让我们从限制移民和质疑欧盟 这两个保守主义的主要诉求 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从冷战结束以后呢 这个世界呢 进入了一个各国的小朋友啊 收了这收盒 唱起他歌 每个人脸上的小开烟 的美好时代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呢 人与人的距离也被大大的拉近 全球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呢 是越来越高 人们呢 期待着一个没有国界 没有分歧 跟在一起美好生活的场景 就没有一种小学课文里 描述世界的感觉 但是呢 这种美好生活的代价是什么 当德国的小朋友呢 发现希腊小朋友 每天中午呢 都跑到他的班里吃饭 觉得还挺好吃 于是呢 带来了自己的朋友 葡萄牙 爱尔兰和西班牙小朋友 来一起分享 德国小朋友的午饭 那因为他们实在吃的太多了呢 被称为一群小猪 Pix 德国小朋友呢 为了实现课本上 所学到的伟大理想 饿着肚子跟一群小猪们说 你们吃 我不饿 而美国小朋友呢 加大业大富二代 欢迎各国的小朋友 来他的大豪宅里面玩耍 不管你是从正南进来的 还是翻柵栏进来的 来的都是课 通通发牛奶发饼干 想吃多少吃多少 然而呢 共同繁荣的前提是 共同 你得有足够的家底 拿出来分享 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呢 这土豪小猫的家底 也快败光了 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 对于社会资源的这种高要求呢 就很难被满足了 那即使当前 美国的经济形势呢 还算不错 但是受到这个金融危机 精神创伤的 美国小朋友 整天担心 下次金融危机 什么时候都要来啊 是不是快来了啊 当你自己都担心吃不饱饭的时候 你还拿什么东西 出来接济别人呢 相反的呢 保守主义是建立在 已有的 稳定的社会运转模式之上的 虽然说呢 不能满足人们的美好理想 但就能确保你明天不喝肚子 因此这个德国小朋友们 决定把小猪们 一脚一脚的都提走 美国小朋友呢 也把别的小朋友 咬了一半的饼干 抢回来 放到冰箱里面 留着自己明天吃 今天保守主义的流行呢 固然有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是呢 经济增长的停滞 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我在能够满足 自我需求的情况下 我当然乐意拿出 我生产的剩余资源 来帮助别人 但当我发现呢 我这个地主家 都快没有余粮了 那别人 那您就哪凉块哪呆着去吧 那么保守主义是错误的吗 首先呢 政治是一门协商谈判的艺术 没有什么理念 是绝对的真理 虽然说保守主义 总是被当成一个贬义词对待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也许保守主义 是你唯一可行的选择 那我们之前讨论的主要 是在经济方面的保守主义 而移民 难民这些问题 多少呢 都属于经济问题的延伸 毕竟你要是有钱钱 给每一个移民 或者难民家庭 提供一套三居室 再给每个人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既满足了你对于 崇高人类共荣的理想 那也保证了难民的生活 何乐而不为呢 那世界上大多数人 还是想当好人嘛 但是呢 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 更多的是一种 审时夺势的选择 很难说是对或者是错 可是 保守主义有些理念 这个改革的力度 是真的不够 比如说呢 这个美国的保守主义 非常的强调 但是面对和我们美洲生活起一样 有规律的这个mass shooting 淳朴的南方人民认为呢 这个gun control的进步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你看 我们德州以前卖枪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火 连个眼神都不用确认 如今呢 在政策的推动下 店主们都要看眼里的身份证件了 这难道不是进步吗 但是呢 不同于经济保守主义的目的 是保障日常生活的稳定 像gun rights这样 保守主义的观点 是会实打实的 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的 因此呢 保守主义的对与错 是赤情况而定的 但是 一旦我们身边的保守主义 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么大概率 是有什么坏消息 引发了保守主义的出现 就像这个警察叔叔 当当当敲你们 那他肯定不是拎了两盒月饼 来祝你中秋节快乐的 对吧